在多伦多市中心,新兴的东区,全新的公寓和配套的设施将如雨后春笋一样一一涌新的全新地段,拥有一套来自顶级开发商的公寓,只要60万起,您相信吗? 大家好,我是Persilla,我是多伦多地区的地产经理人,本周的暗盘楼花精选,我为您带来即将隆重登场的Electro. 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这个盘的地理位置,红点就是我们这个盘所在的位置, 那它是位于Javis跟Dundas,在多伦多市中心偏东一点的地带,那大家以往的观念可能觉得说,东区好像不如西区发展的成熟, 然后周边的这些写字楼各方面的设施好像也不如西边的繁华,但因为正是这个原因, 东区未来发展的空间会非常的大,其实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头,西区已经没有什么项目推出, 但是在东区连续一口气上了好几个令人瞩目的项目,比如说Celest,比如说Alias, 那我们现在有来自Mantis这种加拿大金字招牌开发商的Electro,那我们可以看到红点这里呢, 离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地标的建筑都非常的近,首当其冲的是Ryerson University, 那这个只是几分钟的步行距离就可以到达,我们来到游客和本地人都必到的这个伊顿购物中心呢, 也只是四分钟的骑行,那周边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设施,那东区呢,由于现在整个在重建, 所以呢,感觉上是非常的有这个摩登和现代感,那有很多这些喜欢SOHO气氛的年轻人士呢, 现在在东区呢,选择居所安家,那Electro的一些基本事实,Electro呢, 是他的步行指数呢,是高达95分,而交通指数呢,满分,骑行指数呢,99也接近满分, 那我们其实离这个轨道交通呢,也非常的近,如果是去TTC地铁站,Dundas这个站呢, 步行8分钟距离,那么比如说去Ontario Line Future Station呢,将来建好的话呢,也只是6分钟, 我们离一些机构呢,是非常的近的,那刚刚有讲到的,离学校很近,离Ryerson大学, 那现在叫做Toront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多伦多都市大学,那么是非常近的步行距离, 那我们离我们周边很近的呢,还有像Google,还有呢,就是The Globe and Mail这样的一些重大的这个机构, 所以呢,在旁边就学和工作的人呢,会对这个地点的这个居住呢,非常的有需求, 那讲到这个盘的特点呢,我觉得它其中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地方呢, 就是它来自于Mankis,这个加拿大顶级的开发商,那Mankis呢, 已经在加拿大运营了非常多年,那它开发的项目呢, 包括有这种像独立屋那型的Single Family Homes,那更为大家熟悉的呢, 是它的一些已经问世的高层公寓,比如说大家知道的这个像Fler这个项目, 还有呢,像Habber Plaza,另外呢,The Eglinton,我随便挑一些大家可能都比较这个名字耳熟能详的, Spectrum Tower,Pinnacle and Royal Pinnacles,全部都来自于Mankis, Mankis呢,不仅在高层建筑的开发上非常有心得,而且它的品质呢, 也往往是一等一的这个,有这个降薪的这个打造, 好,回来再看这个盘,这个盘呢,它由于是在东区呢, 所以它的这个价格呢,比起西区的一些项目呢,是更有可负担性的, 起价呢,60万,最小呢,从开间Studio开始offer,预计的入住时间是2027年, 那么我们这个盘呢,它一共呢,是有48层的, 那么在市中心来讲呢,算是一个中高层的单位, 这个盘呢,将在5月底正式开始发售, 那我们现在是预热的阶段,由于它非常核心的这个位置, 非常方便的交通,和离这个各个内的这个学校啊, 地标性的建筑都非常近的这么一个距离呢, 另外加上它起步价只是60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我们相信它会吸引大量的申请者, 特别是Mankis这样的开发商, 由它的这个金字招牌带来的这个号召力, 所以呢,一定会有不少的申请者, 如果您对这个单位感兴趣,欢迎您火速联系我们, 由我为您锁定您的薪水单位, 下期视频再见,拜拜。